嗨!我是Handsome Liao, Liao帥 今天的你,追劇了嗎? 最近我追劇的需求 可是我覺得手機太小,追劇真的是有點困難度 要如何才能追劇最輕鬆又舒服呢? 沒錯,各位看到這個 通常有一個人坐在桌子前面 坐在這裡,要幹嘛呢? 就是要開箱 我們要來開箱 各位看這個 MOMO 最喜歡在MOMO買東西的 第一啊,記的速度超快的 一天兩天就到了 第二啊,鑑賞期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還可以還給它 真的是非常要順 看一下這個 追劇神器,12吋高清 手機螢幕放大器 看一下吼 3D 好像很厲害 這個啊,花Linbei四百多塊 有便宜的啦,有兩百多的,也有三百多的 我們買是比較好的四百多塊 就這樣子薄薄一片 它有別種顏色,有藍色,粉紅色跟黑色 Linbei選擇黑色 看一下吼,打開來 就這樣 看到沒有 就這樣 它有一片放大的這種,放大鏡啊 然後塑膠的 有嗎?有放大嗎? 應該是沒有啦 這個構造這麼簡單 我看 這樣子 這樣子400多塊 我們看看好了 這邊有磁扣可以用 可以把它站起來 上面都有折痕啊 所以應該是這樣子吧 看一下齁 然後這邊玻璃 這個放大鏡要把它固定 它這邊啊 有個磁扣可以扣在上面 扣在上面之後呢 它就可以固定起來 這樣子 不過呢 這個做工有點粗糙 這個沒有很平整 斜斜的 就這樣 就這麼簡單 然後把手機放進去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平板的追劇神器 我們試看看 不再厲害嗎 在買這個之前啊 我猶豫了很久 我在想說我到底要不要買 因為啊 不曉得東西到底好不好 而且啊 又是大陸製的 我是有點擔心 不過看它價錢沒有很貴的份上 我就買了 看一下 看一下齁 來 看有沒有 奇蹟的時刻到了 有嗎 這好像不太對哦 再換個方向 這樣子比較剛好 這個剛才用錯邊了 這樣子比較好 來哦 推進去 欸 哇 好棒哦 可以看一下 真的變成一個 12吋大螢幕的平板耶 哇靠 哇靠 欸 小隻的 欸 大隻的 我來看一下這個畫質好不好 這個畫質呢 平常去講 因為它有放大的功能啊 看起來並不是這麼細啊 有些微微 不過呢 還是可以接受了 然後 因為後面有燈光 或是上面有燈光啊 它會造成炫光 它是說要在 黑暗的地方看 比較不容易有炫光 不過我這樣看我是覺得還好 放大效果是真的還不錯耶 各位看一下 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嘿嘿 真的還不錯耶 這個啊 這個版本啊 有很多種 十幾種啊 有這種 可以 有一個木頭的 可以固定的 但是固定的呢 你手機放進去的時候固定啊 沒有辦法調角度 那我選擇這個啊 是這樣子 直接把它 盔就好了 如果你要前面一點啊 後面一點啊 你自己找東西 墊著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 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是固定住的話 卡住了 怎麼做前後動作呢 這樣不行 各位看一下 這個這樣看起來太低了喔 這樣 齁 這樣子很棒耶 你看 這樣以後追去都不用怕了啊 螢幕變成這麼大一個 用手機追就好了啊 在床上 愛怎麼追就怎麼追 齁 這個呢 我覺得四百多塊 算 OK啦 物有所值啦 至少它可以讓螢幕放大 而且還蠻清楚的 想要追去的朋友們啊 就是買下去就對了啦 如果你覺得四百多太快 太貴啊 你就買便宜的兩百多塊就好了 但是啊 這個組裝品質啊 你就不要 太過苛求了 它就是一個便宜的 一個小東西 增加生活一點小樂趣啦 好不好 看一下 那如果我們放更大隻的 平板咧 這個 夠大了吧 放進去喔 哇 太大了 它上面左邊右邊都被咔掉了 感覺不出來 還是要放手幾乎比較剛好 呃 不錯不錯 各位喜歡今天的影片嗎 記得喔 我是HAMSEN廖 廖帥 下次見喔 掰掰